就直接開始了是不是 不是啊 對啊 喔 那怕 那你直接講 喔喔喔 怕 來 再來是好 5 新 來 5 4 3 2 星座塔羅算什麼 挨打小姐來解貨 啊啦 那今天的一樣要來為大家解迷思 那我們今天的迷思是什麼呢 那光是知道我排名前五的這個優勢主題 還不夠嗎 我還要知道什麼呢 那我們今天就也來跟大家很實際的來聊一聊 就是因為其實好 我這邊就直接來破題一下好了 就是其實呢 不是光知道你的這個主題的名稱叫什麼就好了 而是你的手中這個個別話的分析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千萬不要浪費了手中的這一份報告 我跟大家講 所謂個別話就表示說 每一個人拿到的個別話 那真的都不一樣 沒錯 那譬如說像我在讀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就是前五個喔 前五個都有這五個字一直跑出來喔 叫做 獨立執行者 就是很喜歡獨立執行 也不是說不喜歡跟別人一起 而是我覺得獨立執行是對我來講 是最有效率 對最大效益 最有效率的事情 而且很多的時候 當我要去做 或是發揮我的影響力 或是成就什麼事情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最快速的方式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 一定是獨立完成 自己去執行這些事情 完成 去把這事情做出來 但是雖然光哥你說 就裡面不斷的出現 就是這個獨立完成 或者是獨自行動的這種詞彙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因為你的前五裡面 有四個都跟影響力有關喔 就是因為我有讀光哥的報告 然後我就有發現你裡面 雖然很多他就叫你說 你獨自行動 你喜歡自己去做些什麼事情 可是很奇妙 你的這些行動 其實是會帶著你的旁邊的人一起 就是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會引發 或是激勵其他人 想要跟你一起來完成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的一個領袖的特質 就是我覺得 剛你在講的時候 我就想到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說 從這個事情的可能發想 到我要去 想要去做這個事情 我不會有 maybe有太多的討論的這種空間 或什麼 就說要做不要做 我覺得 以前對我來講 我就覺得說 哇這個真的超浪費時間 因為大家就坐在那個地方討論說 這個要做這個不要做 這個要做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是說我覺得應該要做 可是要做的時候呢 我就會開始去影響大家知道說 好那我們一起 怎麼樣一起來做這個事情 可是我不會include大家是在說 來我們一起討論該不該做 譬如說我的這個行動就是說 我可以影響一些朋友 更快的去完成一些事情 譬如說該自信 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希望能夠 將天國文化的這些的信息 可以更多的 透過不同的管道 弄出去 但是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很有限 所以我就會開始慫恿你 說 欸你要不要來做個節目 你要不要來做個 挨打小姐的這個節目 你要不要 你很有負擔分享 Strength Finder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都跟天文化 譬如說每一個人都獨特性 發揮繩索給我們的那一份 然後呢 個別化 很多這些東西都是有關係的 我就會鼓勵你說 欸你來做 那我就會這樣子鼓勵 我們就不要來討論說 我覺得你該不該做這個事情 就因為這個行動裡面 有特別講說光哥 你其實不喜歡別人 受自身天賦推動 你想要掌控 真的講的那個 我就是很想掌控 一旦你做了決定 你就渴望立刻開始 而且重點是 立刻開始 干擾你進度的人 可能會惹怒你 對 厭X中不要再干 我沒有 那我這邊的話呢 我也來補充一些 我自己在發揮我的這個 優勢主題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要特別提出來 就是講到適應 那我要來特別重申 就是上一次 就是大家優勢1裡面 我講到遲到這件事情 大家印象很深刻 我想說 就P1就去昏倒 我第一個要講的是 我其實呢 那天我還是有準時感到 就是我有即時上場 我並沒有讓它就整個空窗掉 然後呢 那但是我的這個適應 我就發現到說 其實我什麼時候有用它 但用的好壞 這個可能我也要自己來評估一下 那我跟大家講說 我確實按照我的 我這樣講說我的天性就是很容易遲到 那我發現為什麼會遲到呢 因為我就是在計算一個時間 比方說我跟光哥 我假設我跟你約11點鐘 我們要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我就會查嘛 就是我的策略會讓我去查說 喔那我到那邊我要多久的時間 比方說Google查出來 喔20分鐘可以遞達 那我的準備會是怎麼準備呢 我就會10點半的時候開始準備 我只要10分鐘我就可以出門 那但是你就會發現 我真的只有留那個Google Google的20分鐘 可是其實 就剛剛好 就是 但是就是我的這個積極 會讓我覺得說 喔我一定可以沒有問題 喔 對就不會有任何的 就是太樂天你知道嗎 不會想到就是你說的這種 預留一個其他的可能空間 對 那我後來發現了 欸其實這樣真的是不行 真的遲到的機率蠻高的 對 那我就會要去調整嘛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發揮一下我的體量 我會想到說 欸可能光哥 我發現你就是是會 在我們約的時間 你都會提早10分鐘的話 那我就會配合你 你提早10分鐘 我就會提早10分鐘到 然後可是如果發現 然後就光哥好準時 但是那就是一定不會遲到 那再來 那如果光哥 我知道你不是 可是如果我約的對象 就是是一個 喔我知道我們約10 11點 他一定都是11點半才出現的這種人 我還是會11點 廖X滑嗎 沒有 我們這個到底要送多少人 沒有 但是我說我還是會11點到 因為 我的信仰 就是排名第八的信仰 讓我覺得守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不管別人 這個時候我就會覺得 不論別人怎麼樣 我還是要遵守我的信念 你的积級是第幾啊 积級第五 喔那也是很前面的 是排名蠻前面 所以 那我就是要鼓勵大家 你可以開始去思考 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 你都是怎麼運用你的這個天賦才幹 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 你可以開始去觀察 然後跟 就是你好好地想一想 我到底是怎麼在發揮 那這個就會對你 第一個你會更知道說 我什麼時候 我有發揮出我的某項天賦才幹 那可是我到底是有用得好 還是我用不好 那用得好 我就繼續保持 甚至我可以發揮陽光大 那如果用不好的話 我就要去挑整個改變它 可以告訴我什麼叫做用不好嗎 喔 用不好 就比方說 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時候就是 講到遲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都太積極的覺得 沒有關係 我20分鐘一定夠我用 可是其實不會 所以應該是用 是用不好 還是用錯 還是沒有用 應該有用 我覺得算是 我有用啊 因為我就是覺得很 誤用了嗎 對是誤用 這個就會 我就會說它是誤用 因為其實這個時候 那你誤用它要怎麼辦呢 就是我剛剛說 我要把它轉小一點 就是這個時候 我不能讓積極這麼的樂天 覺得說一定沒問題 我一定都可以 而是我就要去想 可能我 就我剛剛說的 我就是體貼要轉大嘛 我不能讓就是 跟我約的人還要等我 我會覺得我浪費他的時間 那我就要去改變我 做這件事情的方法 可能我的預備就是 留多一點的時間 讓我可以準時到達 這一集就是鼓勵大家回去 好好思考你的天賦才幹 你都是用在什麼地方 你是怎麼去運用它 然後呢 藉由你手中這一份的報告 讓你可以更多的認識 而且對 我告訴你喔 就是這個報告的後面 它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採取行動 它會給你行動方案 就是你可以 充分發揮起來 做些什麼事情 讓你的這個天賦才幹 可以更加的發揮出來 以及你的這個天賦才幹 都會讓你有哪一些的盲點 喔 很重要喔 所以真的要好好去讀這些東西 好 對 那我們今天這集就結束在這 拜拜 我知道了 我也認識的 這些部分 我有去讀了我這個 個別化的分析 然後呢 我也知道我不要誤用 但是我要怎麼樣培養這個優勢 就算不再 是 就是 跟 要